其实这个消息有一些些不太引人注目 但是这里面隐藏着一个非常重大的更新 这是来自中国近日发布的一系列的政策调整 以稳定经济的发展 构建更好的商业环境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中国对外商签证制度的一个放宽 那这是发生在北京时间 这周四也就是昨天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公安部就说 他们带来了最新的26项政策更新 就包括将放宽中国的户籍制度 以保障供应链并鼓励就业和创造 以及他们还会降低个人获得城市户口的门槛 以便让更多具有技能的农村居民 能在城市生活和工作 此外这个政策还承诺将使一系列政府服务 在各司法管辖区内更易获得 特别是在广东香港澳门大湾区这一整片地方 刚才提到最重要的一条更新就是 公安部说平凡旅行的人将能可以将他们的这个落地签证 升级为有效期长达三年的多次入境签证 那如果这些新的签证措施能及时实现 有望解决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外商团体 他们在之前抱怨过经历过的一系列的在效率上非常拖延的问题 中国在过去的一个月时间中将经济复苏也作为关键的焦点 那为在下半年稳定外商投资和贸易 中国在7月份就是上月就说要加大经济政策的调整力度 以提振国内需求增强信心化解风险 同时缓解房地产行业的压力 政策是都发布了 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这个A4文件 那效率怎么样 可能还是需要继续观察几个月 但这其中这个为外商升级落地签证为 有效期长达三年的多次入境签证 这个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重大利好 谢谢这个何明先生笑得这么开心 因为有一些东西我们天天在批评中国批评中共啊 但是我们毕竟不是专业批评副啊 不是反对判也不是为了批评批评评评 有一些地方的改进了 我们当然是非常高兴 因为这个里面涉及到民众的一些基本上的一个变力的问题 因为虽然有的人是关心人权 有的人关心自由 有的人关心这个政治变革 有的人关心政府的责任 但是呢对于多数的民众来讲 每一个国家其实最关心的还是民生的问题 美国最近一段时间抱怨自己的政府最搞笑的就是 要办一个副照 就是你是个美国公民 你在美国出身 不管你是白人黑人还是黄种人什么人都没关系 它就是需要很长时间 而且要长达18个星期 那对于美国来讲是不可思议的 对不对 以前美国到欧洲到很多地方就是随时去走啦 美国负照虽然不是实际上最好的负照 但它也是非常方便的负照 但你办一个负照都要18个月 所以很多人进行了旅游计划 早省钱的旅游投资后来都毁掉了 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笑话 而与此同时呢 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化 现在越来越好越来越快 你现在如果陆地签证给了你三年签证 对于很多人讲就省了这个签证上的麻烦 对于外交部来讲是少了一点小钱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尤其是华人 很多的华人到了日本 到了澳大利亚 到了东南亚 或者是到了欧洲和美国 已经拉到身份了 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是中国的外国人 办签证是如此的艰难 那么在这方面呢 我希望再进一步的放宽 比如说你是一个原来出生在中国的人 那你就到中国了 就半一次签证就拉倒了 十年 二十年跟你这个护照一起 来做那个等于在形式上 给了你一个中国人的一个海外的一个公民身份 我们知道印度这些年啊 吸引这个外资 吸引这个人才啊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还不是其他族裔 是自己的人才 因为自己的人才 有了一个西方的身份 再回到国家的时候 你给了我一个 也许我不能投票 也许我不能做其他事情 但是我在生活便利来讲 我还是一个中国人 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 这个模仿印度 学习印度这种东西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方便 当然我希望签证还要进一步扩大 就是这些年中国政府呢 这些安全部门 公安部门 外交部门 哎呦我惨了 我都批评这几个部门 我还要不要去中国 不过我还没有打算去中国啊 不过来讲的就是 积累了大量的黑名单 这些黑名单有的是故事了 有的是当时候的这些殷勤 黑暗的小人 这些部门乱七八糟 就把一些人给扔进这个黑名单了 那么这些名单太长了 对话呢 其实不有利于 这个 这个 很多人的 这个往来于这个中国和海外 或者是回家去探亲啦 或者是去看看走过的变化呀 我希望把这个黑名单进一步压载 就是变得非常局限的 你认为真的是有可能造成一个 这个毁化性的一种行为的恐怖分子 一般来讲 从政治来讲 中国的这个法律现在谁敢在中国动啊 中国那个监视系统那么厉害 所以能够放松的话呢 对于中国的这种政治压力啊 所谓的颜色革命反而会降低 而不是呢 把它 捉取很多的敌人 当然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说 给予媒体人 一个更好的签证 中国对付媒体人是世界上最恶劣的政府之一 就是说 只要你是媒体人 是一个政治背景 不管你是亲共反共 什么共 那么呢 你只要是媒体人 就受到非常糟糕的待遇 有一个中共的完全的大外宣的一个领导人 这个人是一个台湾人 人要非常好 而且是担任了中共的一个媒体的一个主要领导人 他就跟我抱怨说 他去办签证 他会受到 受到科责 不克思议 原因很简单 他就是个媒体人 中国现在在国际上的形象已经糟糕透了 这个原因是有这么一个糟糕的外交部发言人制度 只知道把西方最能够敌人 另外就是对媒体人的这个限制 不能把中国的真实的情况呈现给西方 即使你要去看看媒体人 不是每个人都是有恶意的 不是每个人都是找毛病的 一个真正的媒体人还是希望把自己所看到的 大家所没有看到的一些角度 一些信息传递给这个世界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我相信如果给予媒体人一个专业上的一种尊重和理解 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要比今天可爱很多 可能有很多问题被揭露出来 但是有很多真实的层面 也会呈现出来 中国人不是生活在地狱之中 中国人不是每一分钟的空气和气候都是那么邪恶的 中国也有一个先后的中国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注意到户口的简直的规定 如果这种情况我们倒回到十年二十年或者四十年 我们简直不可思议 因为中国已经通过一种户口的制度 实行了所谓的城乡的隔离 所以当时候中国支持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制度的时候 八十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比较反动啊 我就说你这个中国实行的城乡差距就是种族隔离 而且是自我种族隔离 你比那个南非的种族隔离还要可耻 虽然都是可耻你更可耻 那么这些年啊 户口开始生动一些聪明的农民 他们进程打工甚至成为了企业家 那么在很多方面 中国的农民开始享受 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 那么这个是一个 从人群来讲是一个非常实施的进步 对于中国来讲 这也是一个巨大的生产力的改变 因为中国长期来讲 是一个严格上是一个小农国家 农民的思想 受制于那么几块地的制约 农民的生活方式 生活品质 也受到那个地方的制约 现在农民开始流动起来了 你可以留下来也可以到这个城市 到那个城市 其他的城市居民也能够流动起来了 一个流动的中国就是一个活跃的中国 就是一个人权最大的一个改进 也许这个进步对于很多国家来讲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对于中国的农民来讲 对于中国长期以来受到覆口控制的人来讲 这是一个越来越值得赞赏的一个进步 好谢谢和平先生 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 除了说出入境之外 其实我们经常为大家关注到的外交问题 近期特别是未来的一两周实际上有一系列的外交大事